咦?掉色的?搞什么鬼呀? 我12月5日的户外活动其实大家知不知道做些什么的? 没错了,我会教大家去吸收灵气,水晶回归大自然, 用时空门转化能量,迎接新的一年大成就。 如果想在2022年行好运,你就快些报名了。 其实大家知不知道什么是水晶优化呢? 就是水晶加颜色,对了,这个是水晶批发箱常用的术语。 水晶通常一般来到我们工作室之后, 我们都会将它清洗,检查有没有崩裂, 之后将水晶进行消磁淨化充电。 但有时我们会发现水晶的表面会有些颜色脱出来。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,因为明明是天然水晶, 为什么会脱颜色出来呢? 供应商给出的回答就是,它们是天然水晶的表面做了一层优化。 听上去是不是很好听呢? 其实就是天然水晶在表面上了一层颜色。 上了一层颜色,当上色之后,那颗天然水晶就会变得特别鲜艳。 即是鲜艳,其实这是批发商常用的手法。 所以每次货品到我们工作室的时候, 我亦都会用水冲一下它,用毛巾抹一下水晶。 有时会被毛巾抹走一些颜色, 它的颜色会马上变暗,所以我极之不喜欢这种优化的方法。 好了,第二种优化的模式就是在水晶里面加颜色。 什么是水晶里面加颜色呢? 就像我现在手上这一颗,优灵那样。 OK,原本它是一颗白优灵的。 好了,加了颜色之后,大家看看, 之后变成了绿优灵,还很漂亮,很sharp。 有人就会马上问我,为什么会这样,是不是入色的? 说真的,这种颜色优化了之后,就很难分辨出来。 但是经过一些长时间,或者阳光照射, 或者是射灯照射之后,颜色就会变回原本的颜色。 就像这样,但可能已经是几个月之后的事情。 所以要找个有信誉的商家就很重要。 你可以看回后面,还有一些颜色围留在这里。 这样的入色是不是很假呢? 我只可以和各位说,它原生的幽灵是天然水晶来的。 是天然的,而入色之后就是后天加工的行为, 而不是整条水晶都是人工赔值的。 有人会问,那蓝幽灵,那个幽灵是怎样的呢? 网络上,市场很少有的,这个颜色。 而我本人真是这么久都没接触过这个蓝幽灵的实物。 所以我并不会一触弓打上整船人的。 可能会有都不奇的,因为世界上真是有很多很多的水晶。 其实有很多水晶都有这个问题的。 好了,我们继续下次再探讨。 如果各位想知道我Peter Sir最新的水晶资讯, 请订阅我的频道和按这个小钟。 追踪通知,我每天会准时12点钟和你见面。 我一些很介绍的水晶。 我评论,从小的时候就不要看批通知, 你蘇如果是在这里? 我们一起去看。 我评论,你先去评论,你 press我, 我看它,你等会有很多没有? 就播剧场。 不要评论,我忍会历读,你让你翻译而已。 你енной读,我k用紫。